你知道吗 G7它如果在针对 在涉及到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 去说一些不恰当的话 或者做一些不恰当的事呢 这是非常非常不明智的 因为它非常容易让中国人民 想起一百多年前八国联军的时代 那段记忆是所有中国人心头的痛 我刚才也讲了 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帝国主义列强 可以在中国土地上耀武扬威为非 作歹的世界 今天的中国呢 也不再是一百多年前 任人欺负和任人宰割的旧中国 所以在涉及到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呢 对中国犯下过罪恶 侵略过中国 这样的一些国家 它应该有更强的敏感性 有更高的自觉性 要更加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要在这个问题上来冒犯14亿中国人民 我想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对这个几个国家来讲 它可以自己想想 美国当时的南北战争 它为了国家的统一 它是怎么不惜一切代价 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在英国 它也有苏格兰问题 加拿大是不是还有魁北克问题 美国又有一些州想独立公投吧 所以涉及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 我希望这几个国家 要有自知之明 要谨言盛行 那么至于 他们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行为 会怎么样去影响关系 会多久才能恢复对话 这完全取决于他们 怎么做 能不能迅速地认识到他们的错 并且采取切实的行动加以改正